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6月12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 当时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唐山相关的药文 此前华尔街网报已向您介绍 唐山谋烧烤店爆出殴打女性事件 现在又有一位女子在网上实名举报 有黑社会团伙将她非法拘禁超过16小时 该位女子表示 她在期间被关狗龙殴打 但是受到警方吃案 这是一位姓张的女子 她在6月11日在微博发布了时长1分30秒的影片 说所在的酒吧是唐山路北区常宁道星际酒吧 她在著唱歌手群里看到招聘的消息 5月17日随即应聘 在23日下午 酒吧老板以发薪水为由将其叫到酒吧 而进入大厅后 她被酒吧老板所带领的工作人员包围 要求她上交私人物品 还不允许离开 据这一位女子表示 黑道团伙对于她以及身边的人进行了非法拘禁 同时还哨到他们的吾骂以及威吓 又将他们转移地点关到小黑屋甚至将他们关狗笼 整个时长已超过16小时 手机钥匙等均被黑道扣押 这位女子表示她当时趁乱逃出酒吧 之后收到酒吧人员询问自己在哪里 她随即到公安局报警 警方却没有妥善处理受案 警方将她询问了数个小时 到次日早上七点才出警 但是警察仅仅是拿回了她在酒吧被扣留的私人物品 而被拘禁的同事还没有找到 这一位张姓女子说 后来自己在派出所里大闹 酒吧另外一位老板才把其同事带了回来 但是民警又没有对酒吧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就直接让他们走了 这位女子说 在6月11日 当她在网上实名举报之后 唐山路派出所人员通过电话联系 首先要求她删掉网上实名举报的影片 警方又说 现在我们省市都非常重视 咱们都知道唐山机场路暴力事件引起了很多关注 我就算求你好了 你把影片删了 而事件出来之后 有网友表示 星际酒吧所在地就在唐山公安局对门 旁边是公安法院 对面是检察院 让人质疑唐山黑势力保护伞是否另有后台 我实名举报唐山市陆北区黑社会团伙朱延宾阳森等一行人 5月23日下午4点至5月24日上午8点 朱延宾 杨森等一行人组织黑社会在唐山市陆北区常宁道星际酒吧 以欺骗手段把我们骗到酒吧内部 并切断酒吧所有监控设备 对我与我朋友实行非法拘禁 拘禁期间控制我们受害人上交所有私人物品 手机身份证车钥匙行驶本家钥匙等 并对我们受害人进行逼迫下跪 殴打辱骂白纸化压威胁恐吓等 随后又转移地点 强行控制我们受害人进行关黑屋 关狗龙群殴等一系列的黑社会行为 囚禁时间长达共16个小时 唐山警方纵容当地黑恶势力 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因此我报警后并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 被警方草草了事 以下为施暴期间的录音片段 没有没有我跟你这么说 这个我算求你好走你好 你把这干净删掉会发酵的 反正是要查起来这些难闻就太复杂 能在紧接这个事儿了 现在领导里在看 老师领导在看 他们已经是七八个人 他们正在打另外一个人 后来我冲乱我就直接跑了 我留情两点 然后一直搜搜搜搜到早上七八点钟 才带给我出警 出警了也没有找到人 就能给我的那个朋友打电话 强烈而评认他们把人送到派人所来 他们后来没有办法的才把人送到派人所来的 没有没有我跟你这么说 这个我算求你好走你好 你把这干净删掉会发酵的 发酵就要查起来 这事儿难闻就太复杂 能在解决这个事儿了 现在领导里在看 老师领导在看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其他要闻 根据来自中央社报道 引述由上海国资委组织处在7日发出的一张通知 向市级机关的党员干部发出带头捐款支持抗议的倡议 要求大口党委各区党委和在上海的央企党委参照执行 并且鼓励各系统党员干部要以自愿捐款为原则 宣传活动不做过多指示 通知要求企业集团必须加强组织 做好捐款登记统计进入国资委党费账户 有网友评论已经再捐了党员都要捐 也有网友说为了全员核酸把医保基金用光 所以又开始用这招捐款吗 有网友向中央社表示 曾向工作单位查询有没有接获通知 又说因为不能发出正文件所以只能打电话通知 同时根据来自中央社的报道引述数据 财政部此前公布扣除留底退税因素 四月份全国财政收入下降已达到百分之五点九 三十一个省级地区中有十四个地区正增长 七个地区出现各位数降幅 而有十个地区出现百分之十以上的两位数降幅 包括上海等主要是受到疫情冲击的影响 说起跟中国经济有关的消息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财经自媒体吴小波频道因为违规暂停更新 最新更新的时间是在六月二日 吴小波的微博账号有超过四千五百万粉丝 现在如果打开会看到因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的有关消息 吴小波有一个叫做每天听见吴小波的付费媒体 根据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吴小波本人在六月的时候告诉会员说公众号在三日被暂时禁言 他说之后会再恢复运营 此前任泽平在一月十二日被微博禁言引发争议 当时任泽平后来解释说自己转型情感博主 在五月六日又标注吴小波管清友秦硕等财经界人士 邀请他们一起做情感博主 似乎是在打趣 而曾经担任交易国际董事总经理 兼首席策略师的洪浩 在四月三十日发现微博和微信公众号被消耗 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因为洪浩在三月底时曾说要警惕资本卖逃 在微博又发布影片说上海零活动零GDP 暗示上证宗旨可能低于三千点等 最后再要您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 魏凤河在香格里拉对话 就中国对地区秩序愿景议题做发言 在达文环节中 他介绍中国核力量发展 说中国核部队建立五十多年有长促进步 并透露国庆七十周年阅兵战事的新型武器装备 已经列装 魏凤河说中国有自卫防御的核政策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有说发展核武器的根本目的是保卫国家和平 有说中国发展军事力量绝不是为了称霸世界 并有一说威胁别人的事 欺凌别人的事 中国不干谁干 大家都很清楚 日子同时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澳大利亚副总理监国防部长马尔斯在记者会上则表示 已经与魏凤河见面进行了超过一个小时的坦率全面会谈 主要讨论澳洲关系有关议题 包括五月二十九日澳洲的一架军机被中国拦截的有关事件 他说已经向魏凤河表达的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的立场 比如不希望看到太平洋国家陷入军事化扩大局面 这是两国部长三年来首次会面 马尔斯介绍这是促进澳洲关系的最新一步 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更不能以多边主义指明 行单边霸凌之时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所谓印太战略 是打造自由开放的旗号 拉帮接火搞小圈子 绑架裹挟地区国家 针对特定的国家 宣言冲突对抗 达雅遏制 围堵别人 中国非常不愿意发生这样的内战 再将坚决粉碎任何台独的图谋 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 我们一定会 不惜一战 不惜债价 一定会打到底 这是中国无二的选择 中国提出叫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 友谊之海 合作之海 这是运离国家共同的心愿 也是共同的责任 这个武器实验都在搞 这也没什么大惊烧怪的 中国搞的武器实验科学技术的法材 这不正常吗 好了 zostaimal 毒体有分为何台湾 并不审判